冬天想要应景的采草莓 这回不用大老远的 跑到了苗栗或南投 在台中大雅也能够体验到采草莓 而且一次就能够采集到 白草莓、美肌、香水等三种不同品种的草莓 业者也是坚持友善种植 让客人采得开心之外 更让民众吃得安心 民众拿着篮子准备要来大展伸手采草莓 而这回不用特别跑到苗栗大湖 在台中大雅就能够体验采草莓 而且还能够一次采集到 白草莓、美肌、香水等三种不同品种的草莓 他们草莓蛮好吃的很甜 然后都有鸡的 所以就有空的时候就会来 想要吃草莓的时候就要来这里采 对 每一年都会来 香水的话它吃起来的味道很香 闻起来也很香 然后美肌它是比较 它的肉质会硬一些 可是香气也很重 白草莓它是雪兔 雪兔它如果说照顾得好 它也很大颗 所有消费者都很喜欢 农友沈英雄对于种草莓相当专严 除了让客人采得开心之外 也要让民众吃得安心 因此园区一分地全都是友善种植 不过今年遇到了暖冬气候 草莓晚熟照顾起来也相对辛苦 喜欢的温度就在18度左右 这个是它的敞温是最好 吃起来口感也比较甜 今年的气候也蛮热的 照顾起来很吃力 也都有一些秒都倒掉 真的要再补蛮辛苦的 目前园区内的草莓都陆续结果 不过受到天气的影响 今年草莓的产量减产3到4成 而一波波寒流又导致灾损 让今年草莓的价格小涨 业者也自行吸收部分 希望让民众才得开心 吃得满足 记者庄视听台中采访报导